在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市林林良堂社會福利協會 基隆區區長張亞婷配同下 基隆市議會副議長楊秀玉 和基隆市議員張秉均特地帶著450顆雞蛋 製政給林良堂照顧的 包括七堵區、中正區以及信義區三個地點日照中心 以及失智者家屋總共大約80位的長輩們 為他們補充營養也受到林良堂的由衷感謝 謝謝那個副議長還有議員 那就是送我們這麼多的雞蛋 那這些雞蛋真的可以作為長輩下午的點心 然後而且可以提供更多變化的一個應用 所以謝謝兩位 基隆市議員張秉均表示 就算忙著跑黨內立委初選的行程爭取提名 但是幫助弱勢的初衷和行動一直沒有停下來過 非常感謝基隆市議會副議長楊秀玉的牽線 一起來關心日照及失智者家屋的中重症失智長輩 可以藉由雞蛋可以去做不同的烘蛋的料理 然後來讓他們觸及他們頭腦的發展 然後讓他們記憶力也變得比較好一點 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 那也感謝不管是我們秀玉姐副議長的幫忙 或者是我們區長的協助 那看到長輩的開心的笑容 是我們覺得最值得驕傲 那我有跟他提到他說這裡 他願意來這邊就是說捐贈這個雞蛋 那我們知道老人他這個營養容易流失 那雞蛋它的營養蛋白質非常的豐富 那也在藉由這個發放雞蛋 也提醒我們這些長輩 營養的菌 營養菌很非常重要 那謝謝秉均你的發心 真的很感恩您 那我也希望說我們 就是說在衛冥府 我們絕對不要有攻擊 或者是說藍綠自分 就是只要是發心的 我都願意來支持 我是站在一個制衡 不分黨派的一個角度 只要是衛冥服務 我們都一定要支持 社工也陪同議員們 關心基隆市唯一一間 失智者家屋的失智長輩 了解如何照顧中重症的失智長輩 副議長楊秀玉和議員張秉均都認為 基隆市已經進入超高齡化社會 如何結合政府以及民間的力量 照顧好長輩們 讓家中的年輕人 可以不用擔心長輩的照顧 安心去上班工作養家 是越來越重要的事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